近日 一带一路中非体育外交论坛继足球友谊赛在北京成功举办 全国有协亚非部副主任卢宇涛在论坛上表示 中国与非洲的体育外交始于20世纪50年代 体育已成为中非交流的重要桥梁 中国与非洲的体育外交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7年 中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埃及 中国体育见而首次踏上非洲大陆 此后 体育成为中非交流的重要桥梁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让路易·罗班松表示 1959年 来自中国的一支足球队 在马达加斯加踢了一场友谊足球赛 开启了中马体育合作 中马体育合作由来已久 可以追溯到1959年 来自中国的一支足球队 在马达加斯加踢了一场友谊足球赛 体育是一项能够团结人民的活动 是友谊和和平的催化剂 15年前 我以马达加斯加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的身份 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 能够再次在北京参加这项体育的盛事 几内亚驻华大使阿米纳塔·科伊塔表示 在当今世界 体育是让各国人民增进了解 达成共识 缔造友谊的一种最便捷的途径 在当今世界 体育是让各国人民增进了解 达成共识 缔造友谊的一种最便捷的一种途径 这些围绕着圆形足球发生的相逢 均以比赛的原则和规则为基础 尤其对非暴力精神的遵守 这样的价值观不止适用于运动场 还适用于社会各行各业以及人生的各个年龄阶段 中国前外交官联议会会长林林表示 体育在非洲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 她在非洲工作期间外出会备好足球 送给爱踢球的孩子们 我深知体育在非洲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在非洲工作期间 经常到首都之外的乡村地区去考察或者参加活动 我发现哪怕是去到一些很偏远的山村 也能看到非洲孩子们在空地上踢足球 有时候他们踢的都不是真正的足球 就是拿一个什么布块自己裹起来就这么踢 但是他们也能同样踢的有模有样 晶晶有味的 所以我后来经常自己出去就在车上背一些足球 那么看到这些孩子们或者到一些中小学校 我经常给他们捐一些足球 在随后进行的中非足球友谊赛上 非洲驻华使团足球孟之队4比3战胜了外交学院师生联队 本次活动共吸引了来自几内亚 马达加斯加等十余个非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 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体育大学亚族联 北京市族协等体育界专家学者 外交部非洲司代表 外交学院师生代表150余人参与 火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